在這裡說,權力又或者權勢,甚至是有些職位,有些人物 它賦予了很大的權力 俄羅斯最近有一則新聞,除了普京之外,有些人說 是這樣做的了,你說我? 你說我就等於說我全宗教 這麼厲害? 你夠不夠膽說神父? 神父不敢? 神父不夠膽說,除了出事 不過很多時候都出了事 出了事的時候就會被人說 那些新聞也挺多的,說真的 也挺不開心的 不是這麼好的新聞也是 你也不夠膽大致披露 因為教會大,神父沒問題,但你不能得罪那個教會 通常這個教會的勢力都很厲害 當然,你也不是說 整個宗教嘛 很明顯的,看到每個人都是這樣 一有什麼事,就突然就發出那些宗教出來 很流行的 意思是一起交給主 很流行的 過往我做錯了,我現在要走一條正確的路 我把我的生命交給主 那你就立即收口不敢罵他 那倒是 難道你罵他的宗教嗎? 因為你一罵他,就罵他的宗教 這些叫擋箭牌 那你可以分開來罵的嘛 你不要找你的宗教來保護你自己 他說我以前是錯的 我從今天開始走好 那你夠不夠膽呢? 因為主說,卸免任何人的罪 那我就說,我也不知道為何上帝會收你 我沒有得罪上帝 我只是說,為何上帝會收你這種人 那就是這樣 因為上帝會卸免罪人 OK 上帝是大愛的 因為沒有人敢得罪這麼大的宗教 這次俄羅斯西南部 被人拍了一段影片 我過往在我Facebook看過很多這些 我看過有一個,你不是叫領性體嗎? 你們那些 領性體是天主教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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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不可以這樣傷害小朋友 他帶他那時候是祝福他的 他在祝福他的 我沒有見過這樣祝福 這樣拍 每個人都很大力 下一個就這樣 蓋他兩巴掌 那不是祝福我 他是 在他那一刻說我在祝福他 我不知道 但你祝福我 你沒理由令我痛 而且你的祝福 那一刻手勢是對的 但其實你是蓋他 蓋他 他擺明是蓋的 那一段影片是封存的 那一定不可以 封存的 但沒有人敢發聲 為何不發聲 你打小朋友 但留言也有很多爭議 是很爭議 但有沒有人受罰 他有沒有受罰 他是若兒 如果你簡單一點 他只要脫了一件袍子 其實你看到那段影片是若兒 有沒有人抓他 但穿了一件袍子就是祝福 對 穿了一件袍子就是祝福 老實了 脫了一件衣服就是若兒 我想告訴你 我媽媽 應該小時候都是穿了一個袍子來打我 祝福你 你媽媽穿著睡袍子來打你 你睡袍子也不悶 就要上去打他 你想想 包裝袍子 他跑出來打你 到這段影片 再震撼上次 神父打小朋友 好 上次已經很震撼了 上次我覺得應該要追究他 有什麼可能 其實是 看得明拍拍生日的蓋上去 放得明真的一眼砍過去 你問一下小朋友 覺得這樣是祝福 小朋友被人家蓋過後 祝福了就是這樣 這樣 以後也不想被人家祝福 對嗎 媽媽我不想被人家祝福 到現在這一刻 就是俄羅斯西南部 一名東正教的神父 在這個教堂裡 幫一個兩歲的女童 受浸的時間 被人拍到全場是嘩然的 這個女童在一個片中 全身赤裸 浸在水裡 然後神父連續三次 按著她的頭 打她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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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小孩子哭 再打她 按她的水裡 受浸是要按頭到水裡的 受浸其實也不是很容易 握你的頭 你是要浸一個人 大人真的要浸 連你的面 你的頭也要浸到水裡 但如果有些年紀大的 你可以豁免的 不需要的 可能是少許水灑在你那裡 那小孩子呢 如果兩歲呢 兩歲受浸 好像不用浸 有些我看的就是 如果你是寶寶 這樣 她就只是抱著 然後神父拿水 碰一下她 在這裡寫個八個十年 這次浸了個缸 然後拍到神父 她的頭 用暴力 拍一拍聲 暴力 然後受浸 浸她 然後不停浸她 然後小孩子哭 嚇死她 那些父母怎樣 可以怎樣 笑 笑啊 神父在祝福她的女兒 父母很開心 但是你是看到這些情況 她會浸死她 是按她的頭 滿了水的 受浸禮盆裡面 全場哗然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神父 然後不停念經 然後有些人說 你為什麼這麼大力打她 為什麼 她說了一句 撒旦在她身體 哎呦 我和她驅鬼 我要把她的撒旦拉出來 所以她哭了 難怪她哭了 是啊 不停尖叫 她說你們不知道了 三次壓她到水中 其實我幫她驅魔 撒旦和我糾纏著 不停地糾纏著 然後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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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還在裡面 是 撒旦啊 其實除了跟她受浸之外 我還看到撒旦在裡面 是啊 所以我就要用我這麼粗暴的方法 來幫我兩歲的小朋友受浸 沒錯 有時候的事情你真的很難去接觸 神父說 撒旦在這個女童的身體裡面 我和她在劇烈鬥爭 我明白啊神父 但是可不可以兩樣東西分來做呢 就是你受浸還受浸 好嗎 你溫柔一點跟她受浸 完之後你再幫她驅魔 驅魔是另一件事 驅魔就聽到 但是我 但是我上次看著別人 就是叫做打鬼 打到那個女生全會流血 哎呀 你打那個女生的肉身 但其實你說那個魔鬼就是那個肉身的裡面 其實你要那個女生的鬥虎 還要拍下來 真可憐 如果在鏡頭面前 我覺得拍出來是虐殺 虐殺 虐殺 因為那個女生是綁著椅子 沿著手腳不能動 她就瘋了這麼捱 然後一貼著扶下去 然後她就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扁來扁去 扁來扁去 吐的東西出來 然後她就找那些很大的 那些扭脂 這樣打她 邊打她 邊打她 全部都流血 那最後拘不拘到魔 那拘不拘到魔 那拘不拘到魔 拘不拘到魔 最終要把那隻鬼打出來 那都打了出來 那最後一刻 那個女生突然就平靜了 當然你這麼痛 然後又沒事 我也被你打到真是沒事 然後她的父母用毛巾去擦她的身 擦乾淨之後她就開始醒了 喂 在宗教上我們不要說什麼 因為是她的父母要求師父驅鬼 是啊 但如果我是那隻鬼 我就不會出來 嘿嘿嘿 你打我都不痛 又不是我痛 他痛而已 嘿嘿嘿 因為打那些 人家有些 有些法力的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宗教 要打他 逼他出來 那你又見到那個女人 突然是女人來的 是女生來的 又變成男人聲 在笑話 又說粗口 嗯 那就要看俱魔人這樣 是 上次你說神父和小女兒都一樣 受浸 那小女兒也會浸下去 那小女兒就說 你那個溪弟你想浸我嗎 是啊 你沒有看那段影片嗎 有有有 大發人心 如果是這樣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對待小女兒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所以報復 被人罵了好像溪弟 說完我是神職人員 大佬 你記得賭臉我 我 說完這真的是我的地方 我真的一般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宗教 我不說什麼宗教 宗教賦予了光環 你很難說他的 我知道 但是有時候很兩難 你明白嗎 其實如果 因為他聲稱是在幫他 我知道 但是你這樣做法 我又很心痛 你看一下按他下水 我又很心痛 但是你又聲稱幫他驅鬼 我又弄得我又出不了聲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說受浸的這個程序 很少的就是 小女兒會不會哭呢 哭到這麼瘋 尖叫 都有 都有 但是你怎樣去對付他 而令到他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也有相確 原先你受浸應該是一個很神聖 祝福 很開心的事 應該讓你這樣 應該讓你這樣 有種很安全很安心的感覺 對 那你問一下小女兒 如果在這樣而受浸之後 他會不會覺得 這件事反而會變成一種創傷 是一種恐懼 補回資料 因為馬上已經有很多聽眾 立即傳過來 所以馬上就補回資料 因為他說 陳彥恒 我是個宗教人士 你是不是不知道 領性體與聖餐的分別呢 全個意義都不同的 陳彥恒 如果你是這個宗教的話 請你做一些資料 我不是天主教 對不起 他是領性體 是天主教的聖體 而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聖體叫做聖餐 兩樣的意義都不同 意思不同 解說不同 所有東西都不同 不要混淆 這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別 分別 你們就是聖餐 我們叫聖餐 他們就是領性體 是天主教的 天主教是領性體 基督教是領性餐 是一樣的 都是去完聖餐之後 也有的 不可能那個稱呼不同了 明白 謝謝你所有資料的來源 正中馬上就已經講了 我們說現在受洗 這是天主教的神父 他說他們虐待 但你竟然看到父母在那裡笑 那段片子 父母沒有覺得虐待 對 父母不會覺得虐待 如果父母沒有覺得虐待 就算了 我們是旁觀者 父母沒有覺得虐待 都可以虐待 等於我們旁邊的房子 如果那個女人 你打他 兒子被人打 那我已經被報警 我應該 雖然是別人家事 因為你正在虐待 但是如果這件事 是父母帶這個人去被虐待 他們又覺得笑的 那你都覺得應該要有傷確的地方 我固然覺得我不可以接受 等於上次你們說的那樣的片段 他祝福你的時候 蓋你的頭 我接受不了 我也不可以 更加是因為他是神職的人員 他更加應該要 拿出來說 我不理任何宗教 我不去評定每一個宗教的祝福 但是總之有暴力 我就覺得不行 讓你意識到有暴力的成份 你都接受不了 不行 不行 我接受不了 但是剛才你說的 那些父母會笑 就是因為那些父母 是100%信任神職人員 神職人員所做的事 都是對的 他會覺得是 所以就算你可能 假設 你一拳 嘩下去 我的小朋友的背部 我都覺得 你對她是一個祝福 因為我是相信 你的身份 你的身份 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相信是對的 祝福是可以 我不懂 第一 我不是這個宗教 我不知道 他們對抗撒旦 是否要這麼大力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這樣說 那些驅鬼 都會這樣 你都會用扭子去打 對呀 打得出血 等於一樣 這樣你會不會接受 我想真的因人而異 看看你是什麼 站在什麼角度 對呀 在什麼角度 如果你爸爸媽媽 如果你想自己的女兒 被人拘摩 原來這樣 一定要這樣 那你都要被她打 如果作為爸爸媽媽 我想她受到祝福 想受淨的時候 她是要哭 要尖叫的 你覺得可以的 我明白了 我小時候 我家人是帶我去被人虐待的 那次我是很不開心 我覺得我家人是一點都不疼我的 他們當我是地底泥 我是一坨地底泥 但是我回想想一下 他們不敢做 我現在大了 我就殘廢了 因為我其實說過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踢球 我現在很怕足球賽 我是很怕足球賽 因為有一年 我五、六年級的時候 五年級的時候 就去參加足球比賽 就被一個同學推我 即在後面推我 我人就向前衝出去 手撞到牆上斷了兩折 就變成AZ字型 第一時間就送到港華醫院 學校就送到港華醫院 接著就照X光 接著就打石膏 就包著上學 所以我今天才可以 左右手都寫到字 因為你練到你左手都要懂寫字 吃飯 因為你廢了一隻右手 廢了 吃飯 寫字 開了我的右腦 左腦 然後右腦都開了 綁住 好老婆 後來六年級即將大考 即是要考試 手未好 又帶了我去新田地街的鐵打佬 就拆了我的石膏 剪開石膏 就打算找鐵打衣 拆了石膏之後 就說我的手歪了 撞的時候撞歪了 裡面薄骨歪了 就永遠扭不轉 永久傷殘 我當時聽到我家人跟鐵打佬說 那撞斷他再來一次 撞斷他 讓他再撞 對 那怎麼辦 你知道我差點 我怕得 要逃出新天 屎尿都賴了 撞斷他 撞斷他 撞好了 但是撞歪了 只有一個做法 就是把我的手撞斷他一次 是 是 很大冒險 那你也要相信他 你知不知道 我坐在那張椅子的時候 好像面臨死刑的內臨 不是一個小孩子 只有十一歲的一個肥仔 然後你就不停聽師傅 我很記得的 這個是一生人的 你說虐待不虐待 那一刻我覺得很虐待我的 我就聽到那個師傅 鐵打佬 阿榮呀 叫多幾個聰明人上來 五個 五個 後來有五個年青人上來 一人按著我一隻腳 一個人踩著我的腳 另一個人踩著我的腳 另一個人握著我的手 然後按著我的肩膀 完全 扯開我的手 找個徐仔 一聲撞斷他 不是嗎 真是這麼兒戲 真是找個木徐撞斷我的手 神經病 是即場撞斷他 變回Z字型 不是嗎 那你覺得藥不虐待 在這下藥不虐待 如果今時今日來說 應該是 你可以報警 現在是 以前這些事 真的沒得好說 你相信醫生 你相信醫生 不是我相信醫生 我當然不想說 你的爸爸媽媽送 你的爸爸媽媽送 你的爸爸媽媽把你交託給他 是呀 任他如玉 他也覺得這樣做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在做這件事 醫生是這樣說 那我怎樣質疑他 我沒有質疑他 事實上他的手真的扭歪了 是呀 因為我拼好時 我現在可以反轉 現在很靈活 完全很靈活 但我當時是反不轉 我一生都是這樣 這個位置是扭不回來的 我要扭的話 我要整個人這樣扭 是呀 是呀 最後來就醫好你 是呀 經歷了這個虐待後就醫好 是呀 那我想說 如果你經歷了這個虐待後 最後來醫不好呢 那你爸爸媽媽 會不會去告這個鐵打佬 是嗎 未必他會多謝鐵打佬 幾個月幾千元 就這樣說 不是 我想說 你是幸運 醫治得好那個 我亦都要多謝當天 那個鐵打佬 和那五個禁住愛人 和我家人 他決斷是對的 是呀 同時都要幸運 如果不是 我就變成永久相殘 是 你說的是醫 他醫好你 也相信你爸爸媽媽 但在這個過程中 你不要虐待我 無限虐待 他有沒有虐待你 他不是虐待你 怎會虐待你 為何虐待你 撥爛了之後再結合花魔 這是一個治療的方法 這個治療的方法 不是虐待 如果你說這樣 就是令到你身心都受損 那種虐待的話 我想有很多治療的方法 現在的治療方法 都是一種虐待 是呀 沒得說的 正如你所說 很難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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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治療 為何我會拿我自己人生的個案 因為他聲稱是要治好我 我就要承受這個極大的痛苦 再多一次 我才會痊癒 但你問我 我當時11歲 我當然不想 聽到我撥爛了他 那你還不怕 因為我是痛得很緊要的撥斷那一刻 當然 我想整條上海街和新田地街 都聽到我的慘叫 我覺得這種治療的方法 很不可思議 那種治療的方法 有 有鑑生把他 撥斷 有的有的 譬如像我早前 我要醫我的50肩 也有其中有醫生跟我講 他說其實是一下子 但如果你能忍得到 有些人會暈 痛到是會暈 他說男人我會幫你試 但女人我不會 總之你是改一下子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他有些人會擠出來 所以令到你有一個位置 不靈活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把它撥起來 撥起來 其實基本上你就會好 就不需要看這麼多次物理治療 這是比較中醫方面的一種 折打方面的治療方法 但我跟他說 就是我不行 我承受不了 我就會用西方物理治療的方式 慢慢慢慢整好 但也整不好 但他聲稱他會這樣 你撥不撥 我自己是大人 我就不撥 我當時我家人決定 痛楚不在他身上 撥斷他再來一次 那個鐵打佬說什麼 他說這樣撥發 他撥了大個殘廢 我很記得他說一句 他永久殘廢 他說他很慘 他再大一點 他手會歪的 拿不回東西 撥回他 說到這樣 其實也不知道 他好像砌LEGO 他就打爛他再砌一次 就是了 你剛才說要 對個位置 我都明白 他現在要重新打爛他再砌 因為那個骨 那一刻才好 因為那個骨 撥的時候撥歪了 他不撥斷 怎樣撥回正 但如果你撥斷 撥斷 你真的要很好 人家外科醫生 都只是慢慢鋸 但你在外面撥 我怎知道你待會 如果你再撥不回 那怎麼辦 那些毀憾 那些失敗 那怎麼辦 我為何呢 要多謝那個新田地階的鐵打爐 我原本去學校 送了我去那間醫院 打石膏 大概八個月 慢慢自我奉合 他會自己好的 對 後來我要趕著大考 拆了石膏 之後 手 接著就撥斷 其實我兩個月好睡 天天去敷那些 什麼好睡 還是根本上 就是行運醫生 醫美運 基本上 你撥那一刻 可能是有些 我不知道有沒有作用 是撥斷 撥斷 撥斷那一刻 撥斷那一刻 是怎樣 之後就是這樣 撥斷了 撥斷了之後 他再幫你扭扭扭扭 他撥斷斷了兩折 這裡斷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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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字形 斷了骨 接著就撥斷 然後他就縫合了 拍拍的兩下 又變得歪了 然後就拉直 用板夾著它 用敷那些 鐵打藥 這樣包著 這樣包兩個月好回來 好養 好養 可以天天去敷那些 熱的 有鞋子 好像屎 熱的 打下去 然後包好臭的 每天一個小孩 上個鐵打館 鐵打館上面 很容易的 這些 全身斷了 撥斷了 然後又剪開 那些鐵打 又再抹兩下 後期師傅已經不出來了 是師傅的女兒 扭扭扭 敏敏的 那些屁股全部都是敏這個 敏那個 又撥斷了 兩個月好快 這樣是 你一撥對的位置 是很舒服的 我當然經常都跟別人說 不要亂被人鎖 一鎖得不好 你就後患無窮 而且我現在照X剛的話 我要告訴別人 我的手斷過兩次 因為X剛裡面 我的手有裂痕 有個痕跡在那裡 有痕跡在那裡 斷過 人生就是這樣 所以你去一個案子 你怎樣 是他爸爸媽媽帶他去 做這個仇仔 如果11歲 他都沒權說事 那沒辦法 他還要是兩歲 兩歲更加沒有權說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以後很害怕呢 以後很害怕水呢 以後很害怕 總之回來見到 穿這件袍子的人 我就會很害怕 那怎麼辦 一輩子 那就等於我一樣 就是爸爸媽媽決定你的命運 那也是的 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爸爸媽媽決定你的事情 但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的話事權在他 不是你自己的 小時候就沒有了 是不是 OK 好了 最近爆出俄羅斯的 有一個神父 幫這兩歲的小女孩 受勢時連拘摩 就這樣虐待他 但很多人說 他不是虐待他 他只是拘摩 來源來自俄羅斯的報道 好